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是有关于反黑箱服貌的行动 现在不止是在台北 中南部也有越来越多人响应了 今天在高雄在台中都有行动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一个最新的画面 就是高雄的中央公园捷运站 从今天下午路路续续的涌进了很多的民众 现在已经是上千人 大家静坐抗议 晚间七点多钟的时候 现场这些反服貌的民众 有的人是刚刚下班还没有吃晚餐 就搭捷运到场了 有些同学自动分工 有人北上有人留在高雄 互相的分工合作 这是我们看到在高雄的情况 好 另外是台中的市民广场 晚间也有很多的民众开始力挺集结 我们连线记者游彦慈 是的 主播哥 台中在市民广场晚上是聚集了非常多的学生 那么他们同样也要来表达反服貌的心声 我们来听听学生的访问 因为我觉得说台湾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的人 在为这个国家的自由而努力 然后再用生命 甚至像郑南龙他们用生命去牺牲自己 然后来换得我们现在的自由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今天发生这件事情 最主要的是政府不愿意跟我们说清楚 就去做一个决定 关系到我们学生族群未来的决定 这让我觉得很分开 你希望政府怎么要改造 或是民主希望看到什么呢 如果这个政策是好的 为什么不愿意跟大家说明白 为什么不让人民去决定呢 民主国家 顾名思义 人民才是主的 没有办法北上 但是今天 那么目前呢 在这个台中的市民广场 大约聚集了大概一千多位的学生 那么他们呢 大多都是这个上完课 或者是打完工呢 就直接赶到了市民广场 因为他们表示呢 虽然不能北上立法院 不过在台中的市民广场 他们也要同样来表达反服貌的心声 那么这群这个深远的民众呢 还有学生也希望呢 政府或者是这个总统马英九 可以来告诉他们服貌究竟是什么 因为他们也害怕呢 这个反服貌呢 这个服貌一旦过关的话呢 台湾也会面临疑似呢 可能会被统一的一个状况 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稍后有最新状况 将持续为您转播